欢迎宿舍,我们的流程都是这样 先请美建国的会员自我介绍一下 我还不算会员 也没关系 先介绍你一下 大家好,我是Tina 我也住在东伦敦 也是在这边工作 现在在一家互联网科技创业公司里面 就是内容营销,就是什么都做吧 平常也挺喜欢运动的 也希望说以后可以有机会多多参加 今天觉得挺有幸的 可以认识到大家 然后跟大家一起说话聊天 交流一下 谢谢 于奇,没见过 哈喽大家好,你应该见过我吧 我之前有参加过几次活动 然后我看这个跳出舒适圈的这个主题 就比较适合我现在吧 所以我就过来好好学习一下 谢谢,尹邦周 哈喽大家好,我是前两天新家进来的 然后现在是在那个伦敦上学 但是我就是我现在是在工作实习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就之后就有这种创业的异象 所以我就加到我们这个组织里来了 同步去 谢谢 我请那个吴海利 吴海利也是上次我们的嘉宾 在海南 没开麦 没开麦 哈喽你没开麦 哈喽你没开麦 哈喽你没开麦克风 好的,我这次开了 大家好 我这次是第三次尘埃活动吧 第一次是关于海南这个跟大家分享 今天是第二次 听这个 听这个 跟大家学习吧 我觉得这个主题也非常的好 怎么就走出这个舒适 舒适这个环境吧 舒适区间让自己能够学到新的东西 新的挑战 今天正好国内也是上了一天的班吧 所以今天也是上班 也过来不久 所以正好也想趁这个时候也能跟大家做些分享 因为今天然后呢 也认识更多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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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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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一个Fintech的创业公司 是合伙人之一 也是公司的CFO 希望能够在这里多和大家交流 谢谢 谢谢 要不请Lio 喂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有点一关不上 你好 大家好 我是Lio 我在跑步群也是刚加来一个月 我是住在伦敦 然后我是在英国工作了得有十年吧 然后现在自己开了家科技公司 正在创业过程中 所以我也比较喜欢运动 或者说只要跟大家一起运动吧 就是一起跑步一起参加户外活动 所以在这里今天想聊 向大家学习 根据大咖们互相交流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请陈一凡老师 大家好 稍等一下 因为我还在吃饭 不好意思 OK 我叫陈一凡 大家好 我是金融学的老师 同时也是CFA执政人 然后我对这个态度 还蛮感兴趣的 所以今天也想听一下嘉宾的分享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还在吃饭 所以就先过来摄像头了 谢谢 请那个4129 是谁 4129 没有听到 那我去请Mini 邵华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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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那个今天又过来了 然后昨天的那个讲座很有意思 我觉得老大半的讲座都很有意思 所以也过来再逢逢唱 谢谢啊 谢谢 明月今天加入的会员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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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王月 然后是 JoJo 强力推荐这个 跑团 然后介绍我参加的 然后很荣幸 今天第一天正式成为跑团的会员 然后我是 来英国不久 一年是中国公司外派到这边的 然后后面的话 希望可以和大家多多交流 多多学习 谢谢 好 我们其他会员都 都认识 我们就 开始吧 把时间交给你 欢迎苏正 好的 谢谢 首先 首先谢谢那个 跑顿英 跑顿英伦 然后邀请我来跟大家分享 听了一下大家简单的这个自我介绍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我有更多的 要跟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大家不要客气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中间或者最后都可以来问我 然后看看我们能互相能够 碰撞一些思维 然后能能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起跳出舒适圈 然后我share一下我的screen吧 我是不是可以share 可以 好的 可以看到吗 可以 行 我等会在我讲的过程中会逐渐介绍我过去比较倩薄的工作经历和自己的一些认识 然后我今天打算是分成三个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是我的个人的经历 然后第二部分呢 会有我的不同的转折的零件点和一些所学所愿 然后最后我希望留下来大概20分钟的Q&A 然后可以和大家共同分享 共同去探讨 然后这个slide我写的是英文的 因为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边讲中文一边看英文 然后达到一个同时的这个效果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受众全都是中国人 所以大家就多多包涵 我首先呢 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20岁的时候 你做过的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你觉得是什么 大家可以尽管说 桃马拉松 桃马拉松 飞地呢 其他人呢 我在20岁的时候把几车苹果从山东运到了沈阳 是要卖吗 对 哇哦 OK 那你最后结果怎么样 卖掉了 有些烂掉了 也是一种很很印象深刻的最印象深刻的经历对不对 对 OK OK Anyone else 我比较后知后觉 20岁好像也只是好像要读大学了 没有什么big decision OK 酷 那我其实stop here 就是我跟你应该是很像的 就是在我20岁的时候 我其实跟你们很多人可能是一样 想要去海外求学 然后当时呢 我是从中国的河南 然后去了澳大利亚 那么当时我是从来在20岁之前没有看过海 很少吃过海鲜 一周吃一次糖醋里脊 这样的一种家庭生活的节奏和 那个financial的这个一个感觉吧 然后当时我觉得我是有三会三不会出国的时候 一是会学习 二是会上网 三是会英语 不会的就特别可怕 可能你们也会有 一是不会做法 二是不会与当地人沟通 三是不懂得自己做决定 那么我们在国内大学宿舍的时候 都是住男生女生的集体宿舍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觉得关门要啰嗦了 我就一定要跑回到宿舍去 其实并没有一个自己的归属感 就是我到底应该上学的期间 我是住学生宿舍呢 还是搬出去考研 还是如何去操作 没有自己做决定的这个感觉 那么这个是我觉得出国留学对我冲击最大一开始的一部分 然后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 我是首先在澳大利亚去学习工作生活了六年 那么我在澳大利亚学的是Bachelor of Computer Science 是从本科开始上的 学的就是怎么说的传统的马农吧 然后毕业了以后就在当地一家很小的IT company 做software developer 然后database developer做了三年 然后中间是很机缘巧合的碰上了 Google的recruiter在一个event上面 那个event叫做geek girls dinner 就是极客女生晚餐 在悉尼 那悉尼那个地方距离我上学的地方大概有90多公里 我当时就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 去那参加这样的一个dinner 想要从那个dinner当中去了解 这些在大的城市工作的女生 在Amazon啊Facebook等等 或者是华为等等这些tech公司 他们的体验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不是也是做马农 他们是不是有其他更新鲜有趣的故事 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的 然后就很巧的碰上了recruiter 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试一试 我们投一下Google 那么我当时是知道Google一直以来很难去进 基本上投的简历会石沉大海 他一年大概是有300万的简历投进来 那么能够进到第一轮round statistically大概是0.03% 所以我当时觉得既然有人觉得我可能可以 那我一定要抱住这个橄榄枝 一定要去试验一下 那么我就大概经过了八轮的面试 然后是在三个月的时间之内完成 当时我还回国过了一次年 然后去加入了Google 那么我进入Google的第一个部分呢 是在悉尼 然后当时呢 其实在Google的整个阶段 一共做了四年 两年是在Google Sydney 然后两年是在Google的伦敦 是后来transfer过来的 那么前面的这两年呢 一共做了两个团队 后面在伦敦也做了一到两个 那么四年的期间 我其实是完成了一个 从纯technical role software developer到中间的BD啊 然后creative consulting啊 然后跟广告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combined role 一直到了伦敦以后 就是非常client facing 跟British Airway 然后booking.com在Amsterdam 然后ASOS 然后法国的欧莱雅 然后等等这些客户 正面去沟通 完成了整个的这个流程 中间做了很多的角色的转换 然后我也是在这四年当中 去到了Google的不同的 二十多个国家的办公室 一是去建立他们的客 一是去见他们的客户 二是去了解企业文化 其实这个小字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本来是想要问一下 大家知道不知道 第一个Google的Doodle是什么 其实这已经写出来了 就是从Burning Man上 Google来有了它的第一个Doodle 那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过Burning Man 或者想去的 暂时还没有 没去过想去 我当时也是很有趣的是 碰上一个要离开Google的一个同事 他给我介绍的 然后以他的描述来说 那是一个Temporary City 在两周之内搭建完成 两周之内灰飞烟面 你带进去的牙膏 变成了牙膏水 还要自己运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我当时其实去到那里 感触很深的是 大家互相交换礼物 或者是你的分享的经历 是无偿给予的 但是不要求回报的 那我其实后来就了解到 这个可能就是Google文化的一部分 所谓的我们的Free Lunch Free Culture 很大程度上也是当时的两个Founder 在20多年前去了Burning Man 深受当时这个艺术文化节的影响 然后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企业文化 希望大家去互相帮助 希望大家在享受免费午餐的同时 去学习不同的其他团队 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去进行交流 然后在同时呢 建立很强的合作 并且有新的idea出来 那么我个人做过的所有项目里边 感触很深的是Google Cardboard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或者了解过这个Cardboard 我怕大家都mew了 大家要回答的时候 mew一下自己 没有听说过这个 它Cardboard就是有点像一个VR眼镜 但是当时它是用纸板 然后制造完成的 我们当时给它想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是它说think inside the box 就是很多时候 尤其现在我们lockdown 可能并不能去到艺术馆和展览馆 去参加这样的展 并不能感同身受 那它就做了一个这样的VR set 然后用手机放到里边 然后下载一个APP 通过那个简单的镜片的折射的原理 然后以虚拟现实的方式 去参观当时的一个展览 然后呢 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教育下一代 或者是帮助同学们去了解 技术能为人所用的一个办法 就把它带到了Eaton College Eaton College 大家应该也有所了解 就是很多我们的 像Boris Johnson这种 二三十届的英国的Prime Minister 都是从Eaton College出来的 那他们很多的学生男生 就是在这个照片上这些 他们很多家族 要不然是经济大臣的家呀 然后就是世代的这种富人圈吧 但是他们很少有人能真正接触到 科技能给人带来的改变 那么我当时就是带了这样的一个科技项目 去他们的学校 然后告诉他们说 除了将来能当总理 咱们也可以想想如何科技动国 然后能去更多的去发展科技生产力 然后其中的一个项目 我也给他们当时也有所介绍 这个的话应该 现在线上应该还是还有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Nitro History Museum 然后如果你下载了那个APP 你就能看到那个恐龙化石复苏的这个过程 然后佩戴那个VR Set 非常简单 不像Facebook那个很贵 你可能还要买啊 Oculus这些 它就是一个纸壳做的 然后网上也有这个制作的过程 你甚至可以follow它 就把你Amazon的那个包装盒 经过自己简单的制作 就能变成一个这样的VR Set 非常平民化 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 然后去看这样的虚拟展览 那么这个活动呢 其实是下属于Google的文化学院 就是Arts and Culture的一部分 那我当时从一个技术的role 然后去到文化和艺术的部分 一是因为我很感兴趣 二是我觉得我不甘于 只是跟机器去做交流和沟通 我觉得我希望更走出自己 introvert这个比较自闭和内向的舒适圈 去多与人沟通 于是加入了他们的文化学院 帮助他们把更多的museum gallery 虚拟现实的部分带上展览馆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Google的street view 然后也能看到悉尼歌剧院 包括海底世界 我们找了潜水员 在海底进行了拍摄的大宝礁 因为随着这个污染啊等等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削减的过程 那么去preserve这个nature 也变成了Google Arts and Culture的一部分 包括中国的大熊猫基地 然后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等等这些吧 然后都是国家博物院这些 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然后让大家能随时随地 能看到艺术文化 那么其实我也是通过这样的平台 意识到说 如果我们要代表Google 跟中国去打交道 也许政治上可能不允许 但是文化 还有艺术 它是没有国界的 它是没有politics的 这个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那我其实觉得是通过不同的项目 你其实也体会到了你自己的成长 和你对世界的认识 那我觉得这一部分 是无论你在任何一家公司 去到下一个阶段 你自己能沉淀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是当时有几个同学 在那个natural history museum里 用那个VR set去进行的了解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最害怕做什么事情 除了蜘蛛蟑螂这种 有没有最害怕去做的事情 恐高 我很害怕过山车 OK 确实很恐怖 还有什么其他不敢做的 或者是非常抵触去做的事情 不代表说你没有能力 只是比较抵触的 杀一些活物算吗 杀鱼杀鸡 应该也算吧 应该也算 我觉得那个也要对你的技术 还有心态 还有手要稳 对吧 一不小心 人肉扮鱼肉了 这个就 对 还有什么吗 我有恐高 我害怕跳伞 我非常想去 但是 我有恐高 我非常想去跳伞 但是我觉得我很难克服我的恐高心理 对 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勇敢的说出来 其实你自己已经意识到 你有想做的事情 也许你某一天就会说服自己 或者是你的朋友 或者你身边的人 友好的推了你一把 你就去做了 我当时有一件事情 是我身边的人友好的推了我一把 就是在我五六年前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很善于交谈的人 就是每天也是宅在家里作为工程师 上上网 边边城 然后工作任务完成了 就觉得可以了 然后在我进到Google的第一年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TEDx的speaker 他的就是curator 他们是负责每年去到不同的地方和机构 去选择适合他们当年TEDtalk topic的演讲人 那么当时他就联系到我 Out of Blue这种 然后说我们今年有一个Theme 这个都是大概五六年前了 叫做Journey 然后他是看到比如说我LinkedIn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渠道上做的项目 或者是成长的经历 他觉得很适合 非常适合 他的这个Theme 他就说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来做我们的TEDtalk的演讲者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拒绝的 就是第一是英文不标准 不过关 第二是觉得我资历绝对不够 我非常害怕耽误大家时间 包括这个小时 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收获 我觉得我都应该是给大家 一个人发红包来弥补大家 尤其下班劳顿这么累了 然后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第三是觉得没有提供足够的价值 就是我不觉得我的这个经历 是别人能够学到的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相信大家在海外上课的时候会发现 你的同班的海外同学 不管他是什么人种如果他是特别国口 老师每次问问题 这些人就会举手回答 但你会发现他的那些见解不见得有比你好 但是你丧失了一个 你去表达能让别人能学到你经验的过程 然后总是后面会后悔 我就是总是在后悔 包括在Google跟同事去竞争的时候 我总是觉得我应该去说这个 我会比他们表达的好 所以当时我就也算是push了自己一把 然后就是列了一个excel sheet 作为一个工程师 凡事都要列excel sheet 来track 我练了多少个小时 所以我大概练了是有29个小时 然后这是我当时去写我的那个storyboard 这中间我请了toastmaster 就是那个演讲 国际演讲机构的这种 public的这种foundation 来帮我去做correction 给我录音 帮我录像 然后给我 critical feedback 然后中间又哭又笑又骂又思考的这种 往返了很多遍 然后最后去讲的 所以当时 有一共有三个演讲人 然后最后大家也做了反馈的调查 说整体来说 他们是确实是比较有所收获的吧 然后也是在三个speaker里边 比较有content的和value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big relief 那么同时我也觉得证明了 尤其是当机会找到你的时候 是别人看到了你的闪光点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梳理一下 你自己整个的成长的过程是什么样 你能input the value是什么样的 以及你能带来的大价值是什么 然后我当时去讲完这个以后 然后google里边他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poster 希望去鼓励更多的introvert 去speak out 那后来好像也有一本书对吧 叫做那个the power of the introvert 还是the power of silence 就是说安静的人群 其实有很多能力去input 所以我自己在开会带团队的时候 我都很会去鼓励 那些不经常说话的人去说话 就像大家看《乘风破浪的姐姐》里边 是不是说 如果大家都在说话 最了解这个情况的人 他就闭麦了 他就不说话了 我觉得现实里面完全是这样 那我当时这个事情让我学到 最难的 永远是第一步 万事开头难嘛 其实我们的古训上也一直是有这个的 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也 很切入主题 这个图的话网上也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我们平常 我们的comfort zone 就是这么小一个圈子 但是在外面是那个 where the magic happened 我觉得这个的话 右边那个是传统 大家都会愿意去 就是思考的方向 是说我害怕做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跳出来 但是我其实觉得 这个还有另外一种解读 就是当你走出你的舒适圈的时候 你有可能是到了一个无人区 让你去补你的短板 没有竞争 可以肆意的去尝试生长 但是很多时候 你其实是进到了别人的舒适区 也就是你要在短时间之内 拿自己的短板 在别人的场子上耍大刀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锻炼人的 不是说你这个舒适圈外面 就是广莫的空间 你就可以去成长 你随时都要去跟别人去竞争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 open的mindset growth mindset 就是说这个事情 我不一定是最擅长的 但是我抱着学一学和试一试的态度 我去尝试一下 来看看我的智力 经历 我的体力 我的情商是不是能胜任这样的工作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在职场里边 也很有用的是 当你不知道哪一个职业方向 是最适合你的时候 在你20到30岁还比较年轻 你的sun cost 沉默成本还不是很高的时候 你就可以多去尝试 好处是你可以cross off掉那些 你确定你绝对不喜欢 不合适做的 那你剩下的适合你的几率 可能消费也更大 更多一些 总比30岁40岁 然后再去尝试 我重新开始 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的baggage和负担 你的mobility 然后可能也会更 也没有那么的 也没有那么好 还有就是 我觉得大家在英国的话 如果有机会 像跑动英伦 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活动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多去各种各样的social圈子去沟通 那么现在疫情期间 很多东西都搬上了线上 我比较建议大家去的一个平台 叫eventbrite 然后上面的话 你可以通过关键字 比如说entrepreneur 比如说startup 比如说ecommerce 或者branding 或者growth 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event 因为疫情期间 它都是免费开放 也因为之前都是线下活动 可能physically 你没有办法 有条件去过去参加 但是现在你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 去跟speaker进行互动 去了解其他不同的行业 去丰富自己的知识 那我觉得其实正好 大家可以利用lockdown的这一段时间 如果在时间精力允许的情况下 多去探索一些自己可能会感兴趣 但是可能现在又不会就是full time invest in new direction这种 然后多去尝试 然后拓展一下自己的人脉 圈子 然后争取在上面 多问speaker一些问题 然后我这个最后是想跟大家来说一下speed of things 然后我想让大家猜一下 我们就是每一个平台当它达到5000万user 你觉得花了多长时间 我先给大家一个example 第一个的话 电话它用了75年的时间 对吧 当时那个工业革命等等 才达到了5000万的user 那么接下来radio 比它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用了38年 电视大家觉得用了多长时间 才普及到了5000万人 10年 掌握规律了 差不多13年 肯定是越来越短的 哪一个是4年 达到5000万的用户 网络 网络 英特网 可以 那个刨动英伦 给大家发一下奖品 没问题 Facebook用多久 六个月 两年 四年五年 最后一个有19天 给你们三次机会 TikTok No, it's wrong 不是,类似的 肯定是跟网络相关了 WhatsApp YouTube 类似的 快到接近了 Google Google 不是 好吧,我告诉大家吧 这个奖品归我了 是Pokemon Go 当时这个游戏 风靡世界下载量 然后传播量 19天达到了5000万的用户 那我相信很多同学 不管是创业 还是在互联网 这个行业 现在所说的流量 还有用户的retention rate 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speed 在增长 然后这个space也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然后很多人都说 世界这么大 我想出去看一看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世界发展这么快 我们应该想办法也去全速前进 所以呢 就是在我们没有时间去犹豫 去彷徨的时候 需要用有限的时间 在我们现在还四肢健全 能跑能跳的时候 身心条件也都允许的情况下 去多去感受实验 去探索无穷的未知 然后很多人呢 之前也问我说 那个你的书上面 那个Hulk Drax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是我还在Google的时候 我的荷兰同事帮我取的 因为我是龙年生的 所以他的英文就是Go Dragon Go 就是跑啊龙岸跑啊 就是这种意思 是一个荷兰的这种习语 但是如果你放到Google Translate上 他告诉你是说 一个龙的地狱 就是Dungeon的意思 我记得就是 我们可能也有人看 乘风破浪的姐姐吧 然后小明说 心里边一直不服输的 就是不会老的 然后现在我们也都会说 30 is the new 20 就是30岁 是现在新的20岁 那么我们其实每个人 不管我们的寿命 是不是变得真的很长 那我们其实能做的事情 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扩展的宽度和维度 也变得很大 那么今天呢 反正时间也比较有限 然后我就很 Skeleton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我过去的经验 然后呢 也想看看大家 有什么意见和问题 然后最后想说呢 就是be a dozer not a wisher 希望大家呢 在疫情之后 都能收拾行囊 然后一同去探索 舒适圈以外的生活 演讲结束了吗 结束 好 你停止一下共享那个屏幕 我们来 好的 我看一下 我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好了 好了 现在大家都把屏幕打开 看很多人都鼓掌了 真棒 比较简单 大家还是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可能会收获 可能会更大一点 对 舒适都说了 叫鼓励每个人 向speaker提问 谁第一个发言 我来 我来 Mass第一个发言 就是那个舒适 你第一个在Tag Talk里面 是做什么 是说了些什么东西啊 刚才好像好像你没说 还是我还是没听听啊 哦 那个的话 我等会儿 我在这里面给你放一个链接吧 你到时候可以看 一是我觉得非常的尴尬 我现在五年之后再回去看 听了三秒 我就恨不得把自己删掉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过去幼稚和不如你 不如你Max的我的时候 有多么脆弱 然后你可以一次来激励你自己 我把链接放到那个群里 我就不耽误大家这儿 去看那个的时间了 好 就是 你说 你说 那个 你说之前有人不想推的一把 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有跑步吗 就是有运动吗 现在 我现在在家里边用那个健身环 Switch的那个健身环在家里边跑 但楼下可能不太高兴 因为我脚步特别沉 所以如果大家有那种跑步轻盈 然后又能达到健身减脂的效果 欢迎大家推我一把 我们在那个Mileland那个地方 有个训练营 所以的话 希望趁着我们 我们那个跑动议论就进入部推你 跑跑步轻盈身 把身体弄得更好 好 谢谢Mass 我们做了一下广告 好 下一位 我想问问题 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如果跑动议论能为你做解释 这解释是什么 或者是 当然这两个问题可以分开回答 谢谢Peter 然后我觉得这个论坛给大家就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能了解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的挣扎 然后我现在这个阶段是 我现在在我还在TikTok 在北京上海工作的期间 我就去来LBS 来上Exactive MBA 其实也是想在我Engineer的背景上 多去了解一些Business Language 去了解一下Financial 如何Rick Statement 为什么要看那个Bellet Sheet Footnote 为什么大家不光明正大地写到上面 那么我现在的Struggle 就是我现在要在伦敦 纽约香港 因为这个是跟港大 还有纽约大学合作的项目 然后要平衡我的学业 然后跟英国我自己的VC Fund 头的创业公司 时间的平衡 还有自己在澳洲 就是在我在Google期间 13年成立的文化公司 那边的运作 但是疫情期间 打击也非常大 但是很多东西变成Virtual了以后 Workload也变得很多 那我觉得Struggle 就是我如何做到睁眼 第一秒不去拿手机开电脑 然后不变成比996更可怕的007 是我现在的一个Struggle 明白 我有一个问题 先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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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ce Alice 先那个 没事 先让Tina问吧 对 因为我可以等下一位 Tina 好 谢谢 就是我想说 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introvert 然后到了 就是比如说你在public presentation 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心理的过程是怎么去说服 然后去 去就是心路历程吧 分享一下 是怎么说服自己去站到那个 或者已经你完成以后 你自己会觉得 是不是就是好像没那么难 或者是有其他的感想 谢谢 谢谢Tina 那我觉得即使是在五年后的今天 我知道我要跑动英轮 我都紧张的 我到现在午饭都没吃 所以我特别羡慕刚才那位老师 还能闭麦吃个饭 我要等着这个结束以后 我才能放开身心吃火锅 所以这个紧张这个事情 至少我来说永远都存在 在不管是class presentation 还是见stakeholder 还是代表Google去见那个Burberry 去把吴亦凡送上那个 那个二九月时装周 这个紧张永远都存在 但是我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一是准备要充分 然后别人把这个部分分给你来讲 你把它练习好 第二是讲的过程要幽默 要有共情 我刚才反正丢了很多包裹 但是丢了很多包 我也听不见大家笑 但是我希望大家 你们是有被muse到 幽默是很能打动别人人心的 如果你讲的东西 不一定非要戳中别人的泪点 觉得很痛苦 那你就尽量让你讲的东西 有一点幽默的成分在 大家会觉得你是很human的 对吧 大家送上神坛的都是还是要下来吃喝拉撒睡的 那我觉得就是 一是准备充分 二是有一点幽默 第三是 那个硬着头皮上 你习惯了以后 慢慢整个的过程 你就能逐渐的习惯 一边说一边想的过程 然后我也会准备一些notes 就是你可能也看不见我这边是有一个 就像刚才我那个TEDX board的一样 然后有我要讲的这个东西 我就拿笔一点一点的勾掉 生怕漏掉了哪一些 或者是觉得对大家有用的没用的 然后我也会标记 如果是没有用的东西 我下次就不讲了 谢谢 谢谢 Alice 那个我觉得谢谢Tina的 不是 sorry 不是Tina 谢谢那个Susan的分享 我觉得其实我听了感触挺多的 然后我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说你之前是就是比较内向一些 就是因为其实我也算是一个 因为我是Data Analyst 所以说我其实也是做技术的 然后你说你之前就是编程 然后就不怎么讲话 也不怎么社交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的Turning Point是什么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 是某一件事情就是 不算是刺激吗 就是刺激会鼓励到你的 还是说就是无形之间发生了 就这么一大一个转变 让你走出你的舒适圈的第一步 是什么事情 谢谢Alice 你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多人估计都能用到 但是方法应该是不一样 我觉得一个是内在的办法 一个是外在 内在是我自己能意识到 我在会议当中 我是不是觉得自己有contribution 我觉得别人可能 其实比我更浪费别人的时间 我应该站出来 第二是会后 或者是在某些场合之后 我会跟我同样参加会议的人 我会告诉他说 我本来想说这个 但是我没说 我还是会去问别人的feedback 他会说哎呀你当时应该去讲这些 也许我们的方向就有所改观了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潜移默化的外在给你的因素 第三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mentor和manager 我比较幸运的是我在 也不能说是幸运 在我google中间转职位的时候 我更关注的就不是我要做的项目本身了 而是我跟我共事的人和我的manager 他们的口碑是怎么样的 其他人说到他们是怎么样的 他们手底下的人的promotion rate是什么样的 他们是不是愿意牺牲自己站在台后去推自己的队员 那我觉得这些才是更能让你有一个机会站出来的 因为你不可能一直举手说 我来讲我来讲对吧 而且尤其是作为introvert 通常也不是第一个站出来的人 那有一个好的mentor和manager 选择去他的团队 与这些人共事 对你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大 对所以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大家还要对自己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短板以后 你还是要只有你自己去迈出那一步 那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外界条件像这种Google大公司 我觉得也是一个挺大作用的 如果你换了 对 是 后来我去了头条 我也不断地在推别的同学 就是帮他们做mentor的one on one 把他们跟senior的member 进行one to one的结对子 让他们介绍一些经验 给年轻的同学 有一个传承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敞开心扉的 对吧 你重要的是找到这样的人 并且他也愿意帮助你 然后你也要想你能给对方提供什么 那么我去做那个Tedx Talk的时候 当时那个Tedstrap 反正跟Google也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也是想体现 自己是一个非常technical的公司 就是你要了解到 对方来找你要一样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能提供的价值 跟他的那个incentive 和他的那个东西是不是align的 这个世界上能推动别人的 永远是align incentive 就是想一个一十二鸟的办法 那行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不知道算不算私人问题 就是你是现在还在TikTok工作吗 还是说离开了 我今年离开了 因为我现在搬到了伦敦 然后这个课程呢 又完全不在中国 所以我现在就不在了 再加上我做自己的基金 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就觉得 That is my last period I'm ready to move on OK 所以就是一些客观因素 然后也是你自己的个人经历 感觉就是 对 我觉得很多时候 是要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我觉得有选择的人 可能相对来说 机会也比较多 但是 一是你会不会选择一个适合你的 还是趋势对你最重要 二是你觉得你的成长的速度 和公司的成长速度和方向 是不是能对你的将来有所帮助 好 谢谢我问题提问完了 下一个谢谢您 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您当时这个 离开这个谷歌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勇气 以及现在这个 您离开谷歌之后 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回头想这个决定 是不是这个正确 是不是可以再离开早一点 或者晚一点 就是我想问的问题 好的 谢谢念南 是吧 念南 对对对 谢谢你的问题 我离开Google的时候 是在我四年的 我当时的团队在欧洲 有九个男生 他们都是欧洲的 或者是英国和美国的人 那么我是团队里边 唯一一个亚裔女生 黄皮肤 年龄又最小 但是他们可能跟我的level 要门是一样 要门非常像 那第一是我遇到了 这样的瓶颈 我觉得我熬不起那个时间 第二是 用我manager当时的话说 I have done everything I supposed to do and not supposed to do 就是我充分利用了 在Google能去学习成长的期间 然后我去 去看他的database 是什么样的 datacenter 是什么样的 如何做云服务的 我去参加他各种各样的 search inside yourself 寻找你真实内心 应该做的事情的活动 然后建立了很多 Google内部的项目 然后六个大的产品 我也做了四个 就是somehow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ready to move on 我觉得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 而且再加上中国的互联网 确实是不管是报纸 媒体还是身在国内的小伙伴 都说呀 这是一个水深火热 增长最快的 我是一个不喜欢听别人讲 喜欢自己去亲自去尝试的 那么在我三十岁之前 那个腰还好 头没秃之前 就是新长回来的头发 然后就回国体验了 那一下996 看一下国内增长最快的公司 如何增长最快 并且帮他们去做过计划 那么那个是我当时的首要任务 就是帮一个还没上市的公司 帮他去做globalization 帮他做到现在这样 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同学的 这个付出和努力 那么我觉得同时也实现了价值 也学习了 谢谢 谢谢 非常不错 Susan 我有一个问题 Hello 这是 首先感谢你讲的这么好 然后也确实 给我了 给了我一些启发 就是说 你之前讲到过你在国内 这个跟给TikTok提问 给TikTok sorry 给TikTok 去工作 就是说 对比你在国外和国内的这个工作经历 你认为就是说 给自己跳动的这个工作的 给你的这种感受是怎么样的 谢谢方舟 你的问题 我给大家 这个仅代表个人 个人观点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就相当于让一个不吃臭豆腐的人 一日三餐吃榴莲 我觉得大家一定觉得有好有坏 对吧 因为有的人喜欢吃榴莲 有的人不喜欢 然后有的人完全没有体验过是什么样 一是你要去适应一个 我之前从来在八年 作为中国人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工作过 没有在中国的公司工作过 然后一下子要去带一个 本地的一个团队去做国际化 让他反向出国 然后你又要告诉他们说 那海外的 比如说YouTube Instagram等等 这些视频啊 不管什么样的公司文化是什么样的 你在海外的竞争可能是什么样的 GDPR是什么样的 那么这个中间的落差和冲突是非常大的 再加上不同的公司 它的文化理念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 所以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不要看你自己如何去平衡 我觉得我怎么解释都没有 我刚才第一句话讲的好 我就stop here OK OK 好 谢谢你 下面问题是周走 然后周妈 先周走 谢谢苏珊 分享 我有 其实有两个问题 刚刚你也提到了 我想就是先问我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teamwork 我知道在不同的公司工作 尤其不同性格的team members去工作 然后如果在google 或者是到手铺调 有些人是技术大牛 你怎么就是每个人的这个擅长点都不一样 性格也不一样 你怎么能去带一个团队 就是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 就很多时候可能就会想放弃说 那这个是我来吧 我可能做的会比你更好 whatever 我来做 但是有时候就是 你是怎么 怎么对一些tips的 就是这样子 尤其还有不同文化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还有就是一代的这个team 如果说跟你年龄相仿 可能还好 如果说有比你senior的 年纪更大的人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manage这个问题 有些人确实他的技术 做的会比你更好 你怎么办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已经在国内 已经感受过了996的这个生活 你会像我们这些人 还没有回不过工作过的人 去推荐吧 当然头条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no no抬头 好吧 反正就还是想问问你吧 对不对 我们可以就再再分享一点 好 我就快速的回答一下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带团队 这个的话我比较practical的办法 就是做大家的那个color insight 的那个性格测试 有大概有几个是非常好的 一个是mary bride还是什么的 基本上大的公司 都会让你的团队做 在team building的阶段 你去了解大家红黄蓝绿 属于什么 然后看大家习惯的 那个表达方式和做事方法是什么 当然这个是非常theoretical的 对吧 在遇上事情的时候 大家各种丢包袱 不愿意承担责任 或者是比较懒不想站出来 你就要考虑你如何去motivate他们 然后如何去分配task 像你说的就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自己一个人做了就好了 但是你肯定没有那个精力 去48小时 一天24小时连轴转去做这些 那么我建议就是 还是去看他个人的需要 是什么 我基本上带一个新团队 我会跟他informer 我会在办公室 可能楼下星巴克 咖啡厅 我看他现在的家庭状态是什么呀 他是要 要那个 比如说 要生小孩啊 还是说 想要去promote 下一个cycle 你会发现 每个人 在这个团队里面 使得力气 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 他想要contribute多 因为他想要去promote 有些人可能 因为现在家庭负担比较重 他需要团队来带他 因为他不可能失去这个工作 尤其是在国内这种环境 那我觉得 其实你是要看 每个人 能付出的精力的时间 还有他愿意commit的那个东西 能不能让他去meet 然后同时 这个团队一定要有一个核心的目标 一定要团结 我觉得很多团队失败 是因为中间起了内讧 或者是中间有人 就是 那个是内耗 是最伤的 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 交流 一定要清晰 我不介意 就是做错事情 可以分给别人 但是非常介意说 一是不讲 二是丢包裹 三是line 这个是基本上 不太能够去协调的 那么尤其像国内的公司 变化很快 你可能很多人 都是三个月试用 没有过 基本上一句话两句话的 那个manager的评论 很可能就被 就被cue了 对吧 所以大家也都很小心 那我觉得这些 能去处理一下比较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 你是说建议不建议 我觉得 我刚才那个是一个 是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现在是不需要了 因为我当时是觉得 我需要回国去体验一下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体验过 国内是什么样的 你不如去抓紧行动 趁着你有时间精力 然后没有任何的责任 或者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之前 回国去体验一下 在你体验之后 你再决定说 这条路适不适合你 你的家庭重心在哪里 你未来是想在英国发展 还是想在国内 你不去体验 你永远不知道的 所以我就是建议快速行动 去体验一下 然后再决定 你就是有点像 那个software development的 那个IGL programming 对吧 在你没有一个大的 完美的perfect plan之前 去iterate 然后你就自然而然 你有你的preference 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我可以 如果大家没有 就是我知道那个 John也要问问题 我可以follow now 下面是John 然后是陈一阪 先是John吧 谢谢 很感谢 很感谢您的分享 那个是叫苏晓 我是叫 然后我的问题 这么个问题 就是 就是切换职业 其实是我的人生一大爱好 就是我喜欢切换不同的 这种职业领域 但是我的问题是 因为你切换之后 那你想把这个职业 达到一个level 那是需要一定 比较长的时间 去来进行规划 但是如果你身边 没有这样的大牛 或者导师 那么你如何在这种 就是这个时间 就是或者是 你规划形成内 能达到一个 比较好一个level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比如说 你刚才提到 这个组件团队 或者是因为团队的 这个team的一个 有很多不同的 backwards 那么你要去 分析 比如说我们会认为 bos team 他不是说那么的 和谐状态下的时候 那可能你的leader 或者说我们自己来讲 就是你要承担 所有的东西 那作为你 作为如果说你最后 是一个人在 完成所有的事情 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你如何把这个过程 能够去缩短到 最小 去达到你想要的 一个预期 因为我接触到 太多的内耗 所以我也接触到 太多所谓的 这种协调 但最后有时候 我觉得可能 一个人去完成 一些事情 可能是最好的 一种就是方式 那但是我 主要是在想 就是如果你没有 非常好的导致 的情况下 去如何来解决 这个你要达到 一个level和 你的预期的一个 谢谢张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 非常practical 当我从澳洲 搬到那个伦敦 的时候 其实你上面是没有 一个直接的 一个大的mentor 或者大牛 能来带你的 你也没有一个 大腿可以去抱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生活周围的 任何的人 就比如说这个里边 大家问的我 这么好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 或多或少 也都启发了我 你们在这个上面 是我的mentor 让我去思考到 不一样的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在你的peer里边 或者是你在去做 networking 参加function的时候 在同行业 哪怕是同辈里边 但是他的这个领域 或者这个公司 已经做了很长时间 虽然跟你level一样 但是你依然能从他的身上 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些 也可以是逐渐去build的 然后但是这个是 比较花时间 可能也要看一些 机缘巧合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里边 一定也有很多的 lucky的成分存在 那所以大家就是尽量的 如果你能参加一些 social的event networking 然后尽量的能建立 平行的这样一个 很友好互相帮助的机会 我觉得你也能 或多或少的 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另外的话 带团队 我也遇到过 就是这个事情很难 然后没有人想做 大家也确实很忙的 好我来做 但是OK啊 那最后我做 这个最后的胜利的果实 就是归我的呀 那大家就是会知道说 如果我当时去volunteer做了 那可能这部分的那个好的result 就是他们的 他们就通过这个example 他一是看到 也是有人可以去完成的 二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后悔 觉得我稍微有点力 东西可能promotion 下一次就是我的了 就是我觉得需要有一个 言传身教和role model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也就是很calm的 虽然我也很生气 这个东西没有人做 但是我也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让他们有那个后悔 和自己愿意去努力的这个自趋力 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很重要的 还有就是如果是内耗特别大 那么就是早晚的交叉团队 就现在很多公司流行 做360度 就是360度的各个交叉团队的评论 那么他们的review 一定也是多方面的 那他可以在我的团队里面呢 但是他将来是要跟别的团队打交道 当别人不会给他递资源 去帮他的时候 他一定就基本上是会低下来 头来重新去求别人 对吧 这个就是苦果子 自己一定会吃 Lessence you have to learn in a hard way 对吧 然后当开始好言好语的时候 没有愿意帮 但是我们回来还可以做朋友 就是我愿意说 我重新接纳你 这个没有关系 OK好 谢谢 谢谢 下一个陈一帮 你好 苏珊 谢谢你的分享 非常有趣的人生经历 我有三个很快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我发现你其实有很多人生的标签 那如果你只能选一个的话 你愿意选什么标签 现在就要回答吗 对 我就说三个快速的问题 对 我就是 这样可能会好 方便一点 好的 探索 OK 第二个小问题是 你一直在说 跳出舒适圈 对吧 你也出了一本书 那你下一个想去探索的 或挑战自己的领域是什么呢 我下一个是想在 Fintech的领域 去投Fintech的公司 因为我现在的基金 四个里面只投了医疗 教育 然后是在英国 在南非 有些工业项目 但是还没有去投Fintech 所以短期的目标 是我想投一个Fintech的公司 长期是希望在 下一个十年 2029年出我的第二本书 关于什么呢 关于 那个 舒适圈 圈外的 非舒适生活 OK 最后一个小问题是 你提到过 那个Postmaster 那个培训 就是如果 比如说 大家都是没有做过Ted Talk 那想做一个相关的培训的话 平均要来讲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小时 你可以用你平时上课的时间 Presentation的那个时间 每周准备作业的时间 就可以灵活地去准备了 如果你每天想练的话 我给我的学员之前的建议 就是每天早上煎鸡蛋的时候 一边煎鸡蛋 一边把你今天早上听到的36克青 还是新闻八卦 然后用英文 然后自己讲一遍 一是加深记忆 当然最好是行业相关了 就比如说Facebook股票跌得很厉害 然后或者是那个抖音快手的流量争夺之战 然后你用英文自己的理解 然后你觉得这些公司应该怎么怎么做 就煎鸡蛋了三分钟的时间 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然后以三段试五段试的方法 给自己收个尾 在鸡蛋凉之前把它吃掉 然后去洗澡 OK 那就是累计大概需要多少小时呢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找Toastmasters 去做培训的话 Toastmasters一般一周一小时 我知道LBS它是有Toastmasters 甚至还可能是对外的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搜 各个district都有对外的Toastmasters 它是有menu的 每一个project是一个演讲项目 你大概可能会花三到五小时的时间准备 包括写稿 然后outline 然后来练 然后最后加上你的肢体语言 和夸张的言语表达 一周我觉得三到五小时是够的 如果你还能回到小学阶段 我建议你订阅演讲与口才 如果不能的话 让你的孩子订阅 或者是自己看一些 经常看一些太好了 还有国内的中文的一些演讲 80后的演讲 这些都是挺好的 好 谢谢 王悦 好的 多谢Sultan跟我们分享了 那么多很励志 并且正能量的一个经历 那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遇到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然后你觉得这个挫折对你来说意味什么 然后你是怎么把这个挫折转化成动力 然后做了什么样的改变 我当时我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挫折是我在悉尼做完两年做完文化学院的那个大的 文化学院的整个launch之后我好像忽然就整个就垮掉了就觉得这么有意义的项目也launch了 然后好像也该学的东西学完了就是有一个工作上的一个平静期 但是当时其实每一个职位调动都是非常难的 因为竞争也很激烈不管是内部外部 然后我当时比较大的挫折就是想要虽然最后成了 但是很难就是想要调到英国 但是又不了解英国和欧洲的文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能说服你的hiring manager去看到你的潜力 而不是你现在篮子里有多少鸡蛋 然后去讲一个很好的故事 并且再到他的团队能证明给他看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一个实际的一个physically的一个挫折 但是我发现在我迈出那一步之后 在经历所有的工作上跟别人的冲突协调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把自己重新跳出来来看说 那我们两个人的这个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为什么达不到 就是哪些地方是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的 哪些是我可以去弥补的 哪些是我可以get around的 用其他的方式能得到某一个malstone的 往前去打怪升级的 我觉得这个挫折是我当时比较扯没人的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搬来英国 然后能这样子见到大家是比较折磨人的一个经历 但是还有就是说 我估计大家很多是名校毕业或者是这样的背景 然后我不得不说就是我自己是从河南 也是一个比较人口大省 但是它并不是一线城市对吧 然后我上学的几所大学可能排名上 说实话世界二五百名开外 然后你要在Google里面跟牛津剑桥的同学们竞争 你的团队里来的是MBA的intern 这个精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时刻都在怀疑自己 我是觉得这个精神折磨是需要你自己非常positively 去engage然后去交流去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快酷了 感谢 非常感谢 下一个是卓琳 然后再下一个是Hillary 你好Susan 我看到你的那个简介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是理性的双鱼座 因为我也是双鱼座 双鱼座好像就比较感情丰富 然后多愁善感 但是你特别理性 然后特别想知道你是如何变成一个理性的双鱼座的 还是你就可能是经历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就是怎样保持你的理性的 然后第二个小问题就是 对于一个没有IT背景的小白 然后又特别想进入IT这个行业的时候 哪一个area你是比较推荐 就是起步进入这个行业的 然后同时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感谢 谢谢卓琳的两个问题 先回答一下如何变得理性 我在澳洲的那个 那个上学的两年期间 搬了十次家 十次家的中间肯定有丢东西辣东西 后来我就一直用我的scrash sheet来tracking 我每次搬家用的是哪些同学 然后哪些男生免费帮了我 我要请吃多少堆饭 然后这个人情怎么还 然后我下一次搬家 他每一次的那个医疗 那个水电费什么什么都要多少 就不得不从一个浪漫的双鱼座 就是想着我要搬到一个大房子 然后有我的dreamy的室友 跟我share一个游泳池这种 变成一个非常detail driven的一个过程 然后后来凡事都很依赖那个spreadsheet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你需要去关注的东西 变得多以后 其实你有一个东西去帮你organize 你就不用都寄到脑子里了 包括你的团队的协作啊等等 你可能都记不得你的队员 谁做了什么了 你每次跟他弯弯弯的时候 你都还要先那个跟钓鱼一样 先问他你最近怎么样 来回想他最近做了什么 其实很尴尬 那么我觉得就是 其实中间是有一个练习的过程 然后我是否从澳洲搬到英国 我就列了一个prone and cone 然后就在比较 那个哪边的那个好处更多一点等等 我觉得是一个过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说 什么来着 我忘了 我有鲸鱼的七秒记忆 就是对于一个IT小白 想要进入IT行业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先学了programming 他去上了就是网上的那种免费的 Python和C Plata斯课 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你先进到一个digital的organization 甚至像Ocado 他全部是digital的对吧 但是他虽然是做物流的 但是他是一个digital的公司 你可以以其他的job function进去 然后再跟这些IT行业的这个交叉部门去沟通 看是不是你想做的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非要以这个developer 这个或者data analysis BI这种进去 因为毕竟学的不是这个专业 就是进到一个大的一个范围以内 然后再慢慢去缩小自己的target 谢谢 下面是Hillary Susanne你好 谢谢你的分享 我感觉就是有很多 可以 我觉得可以和我自己相联 相联起来的地方 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在我问我的问题之前 我想先告诉你 我很愿意在线下多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公司 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分台公司 非常有潜力 也有非常好的management team 我觉得你会感兴趣的 老大你看我这不是又充分的利用了我们的这个平台 对吧 充分的体现了这个平台的价值 言归正传 我的问题就是说 我昨天好像也给你留言了 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你们emba的emba的同学 那在我跟他聊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就探讨了很多 可能是现在很多 现在这个听众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值得读emba 我怕你是自飞的还是公司给你投资 但是毕竟这也不是一个小钱 而且不是是一个很正规的两年的一个项目 真的是要有很多论文啊 真的要去上课呀 参与讨论 那我就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值得吗 你现在已经读了一年了 然后你还有自己的书要写呀 还有自己的公司要运营啊 还有各种的活动 你觉得这个金钱和时间上的投资真的值得吗 谢谢 我觉得值不值得 这个事情可能都永远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corona virus这个大环境下 很多人失业但是总有人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大趋势是一个背景 但是应居为之类其实每个人的出路和寻求的方向和preference都是不一样的 就不代表说我一百个人都是往这个方向去冲的 那报纸上其实像financial time等等这些地方 他都说了这些MBA其实说实话缩水挺严重的 因为像我现在按照美国时区上网课 我心里就很气愤了对吧 我既去不了纽约去划不了兵 我还要再按照美国的时区上课 对吧摸不着看不见闻不到这种 就是你的同学都没有办法帮顶 那么我们交这么高额的学费 night walking的价值又在哪里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只能是 去寻求更多的办法 比如说我会每周都会跟我的关系好的这个 就是班里同学去whatsapp 或去做那个virtual party 然后会了解他现在公司的动向 或者说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几个group要去不同的location 去offside去meet up 然后我们能的去传递资源 然后我们还有读书会 就是我觉得你只能是充分的利用 你手上有多少的粮和米 然后空手套外郎 或者有的时候去创造这样的价值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学位重不重要 我相信他对我重要 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学历是250名开外的 像刚才有一个就John说 你是要职位上 你是要往下一个level走的话 你很多地方他是还看你的学历 你的工作背景等等 对吧 那对于我来说 那可能price tag可能还行 再加上我也有奖学金 然后拿了学校的头奖 然后也帮学校的China Club 做co-president 带动中国的club 做很多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之后来参加 然后也给学校做teaching assistant 那我的目标就是把我交的学费 以teaching assistant等等的方式 我再赚回来 对吧 虽然他不知道我这么凶狠 但是我可以在柔弱的双鱼里边 藏好几把刀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 如果觉得不值得 咱们就把这个钱赚回来 或者是找其他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三个学校的资源 我也是常青藤 这个学校的Lamina里面 我也能type into 我可以随时找校友聊天 然后香港大学 我可以随时去见那些教授啊 还有那个中亚文化研究院的同学 然后再加上伦敦商学院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长期来看 也许是值得的 嗯 了解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周总 谢谢 谢谢 我可以follow up刚刚那个问题吗 就是因为你也讲了 真的如何就是在我们线上工作吧 然后还要学习 还要manage很多自己的私人的生活 不是打算为生存的 几个例子 就是你怎么真的去非常efficient 去balance我们这些各个方面吧 嗯 我觉得对 如果上班再加上班 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真的有一个平衡的 对 我估计我也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出去跑步 反正这个就是我有的一个新的schedule 我也喜欢各种好看的手杖什么的 然后这个上面的schedule也是因为疫情一直在变的 之前要出门上班的时候基本上要做 从二区做到一区这样 大概要来回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用来健身 在家里面玩健身环 或者是上动森 让别人健身等等 嗯 然后还有就是像你说的 嗯 如何去规划时间 我在疫情期间基本上买了大概有 一二十本书吧 然后绝对是保证了每个星期 有一两本书的时间能去读完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来充实 自己多看一些别人的产出 其实也能去优化你自己的内存 然后你才能有新的新的那个想法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一直盯着屏幕看 我的有的同事他因为长期盯着屏幕 导致他就是基本上是精神 或者是脑子有一些小小的问题 导致每天只能看屏幕五六个小时 那么这就导致说你可能连平时 以前享受看电视的时间 现在都都要很小心的去想 我是不是先用到六小时回邮件上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平时开会的时候 如果不需要看屏幕 zoom开会 你就可以在阳台上或者往远处望 来保护你的眼睛 然后我的那个 emba上有门课叫personal success 他讲的个人成功的法则 然后就说在医学研究里边 有就身体的哪一个部门是最消耗的 其实是眼睛 就是眼睛不管是消耗 因为你要一直保持湿润 还有眼睛也是最容易将来出问题 清光眼失明等等 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 要关注自己的个人成长 然后也要就是工作的同时 去做一些stretch 那么我的schedule 除了我们家的猫 从来不遵守一天睡18个小时之外 剩下的两个人 还是很主动的互相监督了 还有一个 4129不知道是谁 就是提了一个问题 好 还有那个 依周公好 我刚刚不知道 我原来是4399 然后呢 我是叫 我叫文静 然后我刚刚看到 苏文静在你的 有一个叫做 编程序化广告的 这样一个工作经历 是吗 对 programmatic buying 就是double click的 那个programmatic 的buying 我是对这个职位 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目前自己是 在国内的网易游戏 做广告优化 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我是 刚刚开始工作 然后对 或者是互联网 这个行业 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正好 刚刚又看到 就是您在 互联网行业 有这样一个 好像也是广告方面的 这样一个工作经历 所以想了解一下 以及 这个广 就是互联网广告行业 就是有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路径 好的 谢谢你文静 我首先建议你改一下你的银行密码 然后第二是那个 就是网易 我想问你 不是刚刚上市吗 前景不好吗 怎么想要 就正好有一个契机 然后就找工作吗 然后就 有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就去了 OK 我正好给大家普及一下 其实广告是我们身边 不光光因为它是Google revenue的80% 或者其他Facebook的80% 我们身边的种种东西 不管你多讨厌广告 我也讨厌广告 但是我自己就是target 广告带动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广告行业 包括Programmatic Buying 或者Display 或者是Video的Text 或者是现在看见的 大家看到的网红的电商经济的流量 都是广告的变现的一种形式 也深入到了方方面面 如果没有这个广告 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上饭的 因为它带动了很多的Agency Media Branding Creative PR 所有的Agency 是需要靠广告去带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那些 大的Tech Giant 很难去搬倒 是因为我们都需要有这么一个Board 能去宣传我们做了什么 达到大家互相去交流的一个过程 从而才有了这种广告 那么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对广告感兴趣的话 就是像Bidance Google它都有很多这样的role 然后我觉得 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去disrupt 不像Uber 它disrupt的整个这个Taxi的行业 广告的这个Revenue 赚钱的这个方式和算法 它虽然有精进 比如说我每一个CPA 能买到多少的incretion 或者是广告为我的竞价 实施排名如何怎么样 但是它的基本的逻辑算法 没变的情况下 你可能做的工作 也是比较偏螺丝钉的 非常细的一种 specialist的这种role 但是它确实占据了很大的这个投入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 你会可以将来帮你推荐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帮你推荐一些肉 然后到其他的这个公司去了解一下 那谢谢 好 我看没有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 大家都开一下视频 感谢一下书生们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给大家我们很多启发 谢谢大家 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linked in 或者各种方式 然后联系到我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一切顺利 身心健康 然后快快乐乐 万事开心最重要 好不好 开心最重要 谢谢苏生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